好 接下來帶你來關心的是中國的人權狀況 我們知道中國的記者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黃岐 他遭到中國逮捕已經滿五年了 黃岐87歲的老母親最近申請要探監都被拒絕 現在呢 因為這母親罹患了肺癌晚期 希望能夠見上兒子最後一面 根據外媒的報導 黃岐被監禁這五年 只有兩次探監是獲得允許的 上一次跟母親見面是在去年九月 而這個月的上旬 黃岐的母親向外界發出了求助 想再跟兒子來見上一面 但是呢 現在他跟外界的聯絡已經中斷了 黃岐呢 他現在是呢 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被中國政府以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 還有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等 判刑十二年